嗨大家好 我是阿勋 今天不拍整理車還有洗車 今天我們要來整理廠房 把廠房的車子重新擺設 把這些順序啊 調整一下 就是新年新氣象嘛 換個風水 看今年的公司生意會不會更好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司有哪些車子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走 哇這車很吵喔 大家要嗚耳朵 我帶大家聽一下喔 那應該隔壁鄰居都要起床了 這台463呢是全台灣限量10台 那其中一台就在我們的店內 它是原廠消光黑喔 不是貼模或重新烤青 可是這種顏色很難顧 因為它如果有殘留一些水斑水質 它是不能拋光的 而且你如果要噴藥水要格外的注意 要很小心 可是也是放到全車張機型 感覺很廉價 C63我覺得唯一的敗筆是 你如果沒有這聲音啊 很多人會覺得你這車是C300 那這個是車主 C300的車主 C300的車主 為什麼你C300那麼大聲啊 它全斷耶 不能改全斷機器 我改中出耶 改中出喔 對啊 啊怎麼這排氣管沒有流出白白的 有耶 噴小 好 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內裝 你看喔 它原廠就標配了Carbon 400 AMG 好 這車跑得相當的少 你看 它上次保養是 9000多公里 可是呢 現在也才開了 13000多 它也是很騷 改了這一個 方向盤 這方向盤是W205樣式 然後這是最近蠻流行的 它上面有配偶超轉燈 可以顯示油溫啊 還有水溫等等 再來就是這台 BMW M3 它是192的 雙門 如果是四門的話 代號就是190 它是M3 最後一代的自然進氣 所以它很保值 比起 463 這兩台車呢 是當年的 競爭對手 可是呢 463 它因為 碎金 所以它的 折舊特別高 也導致於它現在的二手行情 比較差一點 不過它的聲音特別的兇 畢竟它有6208cc 跟開的卡車一模一樣 N3呢 它配合了 卡夢車頂 這個卡夢車頂呢 源自於 E46N3 CSL 所延續下來的 這個車頂變輕了呢 會影響到整台車的操控性 讓整台車操控性變得更好 配重也變得更棒 那這台車 它配的是橘紅的內裝 特別的燒 當然如果髒起來就特別明顯 除此之外 它也配了這個 哈曼卡等的影響 音質好棒棒 看一下 卡夢的飾板 還有呢 擠皮的方向盤 這擠皮呢 剛開始都漂亮 可是後面就會很重 可以看一下它是一顆高轉速的引擎 它高轉的聲音超好聽 然後呢 它方向盤配有這根看 AND按鍵 這個AND一按 它的馬力就會全部的輸出 而且 反應會變得更為激抗 然後呢 它的雙離合器變速槍 這台車就沒有配有 電子懸吊 這個是小改款 所以它是iDriver二代 然後你看可以看一下 進口車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看 這環保器都掉了 就有夠辣潮 你是不是很在意 車內呼吸的空氣品質呢 還在煩惱車內空氣 到底乾不乾淨嗎 這時候我們的秘密法寶就派上用場啦 就是這台 UV Wash光離子除菌 淨化機 這個空氣清淨機是台灣製的 而且UV Wash是採用 UVC光離子除菌除臭的 而且無噪音無耗材喔 現在市面上 的很多空氣清淨機都是需要耗材 這樣其實長久下來也是一個消耗成本 各位你們有空氣清淨機的朋友 你們多久沒有更換濾網了呢 這台UV Wash它插上汽車的點煙器 或連結USB就可以使用了喔 我們開啟以後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這個殘餘的味道就可以減少很多 這台UV Wash可以處理你日常生活會遇到的一些 惱人異味 像是 車上吃東西 食物等等 味道 或車內抽煙 不過啊你車上的異味真的還是很嚴重的話 那還是要交給我們做拆洗才能解決喔 下一台 BMW 535 這台車是末代小改款 而且這台車配備超級滿 還有M版的套件 M版的鋁圈 還有 LED頭燈 我認為這個小改款的頭燈超美的 不過這如果撞到一顆大的要價不菲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內裝 你看它的通病 它把手 一樣都會發你 然後這台車是美歸的 可以看一下 英里表 有一些朋友千萬不要把裡面 公里跟外圍的英里搞貨 不要以為你現在高速公路台灣 你開到120 你沒有超速 其實你已經開到快要200 OK 你看喔 為什麼說要配備嗎你看 這邊 按鈕全滿 天理測到的 這 配備 當年 都是要選的 而且你看它還有這個 台頭顯示器 然後大螢幕 還有 你看它的這個包桿左右兩邊的攝影機 超級滿 還有電熱座椅 還有 M版的方向盤 像有一些朋友都會問我說 如何避免你的椅側 不要變皺或變塌 那就是你 上下車習慣 你這一個 姿勢 自己要調整 像有些人很喜歡這樣 一腳在外 然後一腳在內 如果你體重重的話 這一塊 椅側的海綿 都會容易 提早塌陷 對 因為它壓力太大 不然就是我們 很喜歡穿牛仔褲 一直進進出出摩擦 這一塊一側 還有這個腰靠這邊 就很容易磨損 所以盡量就是 能閃避他們就盡量閃避 那你一定會說進出車 哪有可能閃避 你可以用的左手 支撐一下你的這個迎兵踏板 然後你在下車的時候 你左手一撐 其實 就可以大部分 支撐掉身體的力量 至少不要讓他們的壓力那麼的大 看看他們的吸門 啊沒有 年輕人嗎 要什麼吸門 又不是每一手 對不對 可以看他屁股 兩邊單數 好 再換看這一台 SL500 這車其實相當的耐看 可以看到他的內裝 哇 而且他有改方法 帥帥 可惜大一個不帥的車主 他買這車我看純粹就只是把他沒用而已 這車已經十多年了 才是相當的耐看 可以看一下他的車頭 然後呢 然後呢 再看一下他身旁的W21 他們兩個是 差不多時代的產物 所以他們都會有共同的特徵 那講到這台呢 那講到這台呢 W21 可是相當有來歷 應該說相當有故事 因為這台車是 店裡小編 他們家以前的車 那因為他爸 幾年前去世 所以這台車 就 就 也沒什麼再開 後來 前幾個月就放到店內 想要把他整理 可是我們真的太忙了 所以 就 只能說 等以後有時間再整理他吧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放了好幾個月都沒動 你看他全車 都布滿了灰塵 超髒 OK 再來 就是這台 這台是BMW128 198幾年出廠的5系列 他可是那一台 剛剛那台 F10的 10組啊 可是R公級的 這台車 車主顧得相當的漂亮 因為 畢竟他也花了很多錢 他前幾個月在我們這邊 全車重新烤漆 然後還有整理一些東西 這個顏色 是那種馬三混洞紅 配上這個車體 真的我覺得超完美的 你看超亮的 你看那燈光 好 OK 再來就是 大家猜猜看 這什麼車 這台車就是 3000GT 以前成龍霹靂火眼的 那裏面 的車子 哇操 至今看起來是相當的帥 雖然說那一年代我還很小 不過 說實在的 這台車外型真的是 經典 這台車之前在這邊也陸陸續續整理了不少東西 不過說實在的 整理 這類老車 真的非常辛苦 很疲勞 要找這些零件 超難找 不是隨時叫就有料 老車 玩到後面 就會面臨到這些事 只能真的說要有愛 又要有時間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玩老車 好像很輕鬆一樣 嫌麻煩的人 還是買台新一點的車吧 再來就是 萬年不敗的K8 在K8 也是要來大整理 不過 在K8有一個蠻屌的地方 我帶大家看一下他的里程 那 有沒有看到 57000 先說這沒有調表 這台車是一手車 如果這台車又是手排的話 可惜他不是 那這台車如果又是手排的話一定很多人要 超酷的 車主他 從以前 用車的機會就不高了 所以 據說車主都是放在車庫 但是有一陣子放在山上 所以呢 這台車免不了 就一樣 面臨一樣的問題 你看 嗅死 破洞 破洞 所以他的後車廂也露鎖了 這台車主為什麼想整理 是因為說 他 當然不外乎也是有感情啦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他們原本在找我們之前 他已經訂了一台新的Artist 可是那時候他來跟我們討論 就是說 他到底要不要買一台新車 還是要繼續整理這台車 那為什麼這對夫妻想要再繼續把這台車整理下來繼續開呢 第一個就是說 車主在考量說他的產值 還有 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被利用的價值 因為這台車大概花個10多萬 整理起來後大概幾乎快跟新車一樣 整理完這台車基本上再開個5年 不要講5年10年 我覺得根本也不會有什麼重大機械的問題 對頂多就是耗材跟加油 跟碎金而已 那不要再去放壞就好 那你說買一台新車 不是說不好安全性 跟爽度新車一定是最好的 可是新車 在這 夫妻量 他們最大思考的問題是說 落地折價 因為新車前三年的折價都很高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使用頻率真的太低了 所以在新車如果買回來 我想應該也是放 而且放的一直在賠錢 後來覺得想想 算了先花個可能 10來萬把它整理下來 再開個5年 等之後有用車頻率高一點要換車再換車 好啦 不論是 買新車還是 整理舊車 我說實在 大家如果很有錢的話 大家一定買很好的新車 對不對 還在那邊考慮這些幹嘛 是不是 好啦 今天的生活Vlog 就錄到這邊 改天再和大家分享 更多我們的工作 和生活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 分享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左邊呢 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右上角是汽車一美的官網連結 如果你想要了解 服務項目 還有洗車產品 歡迎點選喔 如果你也喜歡洗車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汽車一美的社團 下方程式汽車一美還有我個人頻道的連結 歡迎你們訂閱喔 最下方的小字卡 是汽車一美的各種聯絡資料 歡迎看我們聯繫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